你绝对想不到 《大话西游》竟然还有第三部 影片集结了韩庚 唐烟 吴京 谢南 莫文蔚等一众大卡 结果斗断评分却只有4.0 本以为这部影片可以像前两部一样 过几年便能口碑逆袭 可影片上映于2016年 至今评分都是纹丝不动 离开了周星驰的刘振伟 竟然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经典IP 其实《大话西游》前两部的成功 也有很多偶然因素 起初刘振伟拍摄《大话西游》时 根本没想到影片能成为神作 甚至在电影开拍前 剧本还是只有大概的框架 其中《春三十娘》和《至尊宝》的故事 是王家卫东邪吸毒的第一稿 后来没用上 就给了刘振伟 而那句经典的爱你一万年的台词 最开始也只是刘振伟想嘲笑王家卫的骚操作 这句台词是《重庆森林》中一句台词的改变 刘振伟觉得王家卫太闷骚 他电影里的男男女女都是爱了很久 也不肯说出一个爱字 所以才写出了这么一句台词 最重要的是 他用了周星驰当主角 周星驰的表演极富个人魅力和特色 自带感染力 并且在拍摄过程中 他给刘振伟提供了诸多意见 很多经典台词都是周星驰献编的 事实上 《大话西游》前两部在上映之初 也是被人骂作烂片的 合作的西营厂一看到剧本提纲 就觉得这部影片有些毁经典 但考虑到周星驰的票房号召力 还是咬牙答应了合作 没想到投资了6000万 最终却只回本5000万 西营厂副厂长为此恼怒不已 直演影片就是文化垃圾 电影上映了三天就被撤到 周星驰新成立的公司 直接陪到倒闭 境遇和现在的《大话西游3》如出一辙 唯一不同的是 两年后《大话西游》前两部 因为大学生们的欣赏 迎来了口碑逆袭 最终成为了百看不厌的神作 而《大话西游3》却是被打入了烂片的行列 再也无人问津 刘振伟到底怎么想的 竟然会请战狼吴京来出演啰嗦唐僧 其实 最初筹拍《大话西游3》时 吴京并不在刘振伟的演员名单中 不过 吴京的妻子谢南却受邀出演了《铁扇公主》 众所周知 吴京是个宠妻狂魔 这个硬汉可是把他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谢南 为了陪伴谢南 他主动向刘振伟提出 他可以零片酬出演这部戏 只要给他安排个角色就行 刘振伟原本想的他和谢南现实中是一对 要不就在戏中也演一对 牛魔王的角色就给他了 可没想到吴京却有自己的想法 牛魔王的武力值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 而他吴京也是已能打文明 如果由他来演牛魔王 似乎没什么好玩的 要演就得演个反差大的 他觉得红孩这个角色就不错 一听老公要演自己的儿子 谢南当即就猛了 这么下去岂不是乱套了 于是他二话不说 拿起推子就给吴京剃了个光头 这下吴京再也没了选择 只能出演了罗家英的经典角色唐僧 没想到硬汉吴京啰嗦起来 竟然比罗家英还要唐僧 就连主演韩庚都觉得 他就是唐僧本僧 整场戏下来 他的嘴几乎都恨不得磨出火星子 甚至在戏外 他也是叨叨不断 一句牛掰更是直接让他成为了表情包 虽然整部电影拉胯是真的 但不得不承认 吴京在这部影片中 确实展示出了难得的喜剧天赋 让我们看到了吴京除印汉外的另一面 韩庚到底有多大的勇气 竟敢挑战星爷的经典角色至尊宝 其实在拍摄这部电影前 刘振伟曾征询过周星驰本人的意见 甚至希望周星驰能再次参演 但周星驰的态度却很明确 他希望刘振伟不要再去碰经典 当然 他自己也不会碰 但刘振伟觉得 前两部有太多空白 太多漏洞 当时他没有想通 他还是希望能把这些空白补充起来 将故事讲完整 所以他还是拍了第三部 并且选择了长相英俊的韩庚做男主 起初接到邀约时 韩庚其实是拒绝的 因为周星驰在绝大部分演员看来 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周星驰已经塑造出了最经典的至尊宝 他再去出演这个角色 难免会被比较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被骂 但刘振伟却非常看好他 前前后后找了他三次 并且一直十分真诚地鼓励他 让他进行尝试 或许是终于被刘振伟洗脑成功了 韩庚最终接下了角色 可结果却正如他所料 等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差评 索性他的心态很好 他觉得被人说不如周星驰 或者表演很垃圾都很正常 和韩庚一样惶恐尽足 还有女主唐妍 说起紫霞仙子 人们想到的除了朱英 不会有第二个 唐妍虽然美貌 但也有和韩庚一样的顾虑 那就是很难超越经典 因此一开始他也不愿意接演 不过唐妍开玩笑称 他还是比韩庚更有勇气一些 刘振伟只邀请了他一次 他就接下了 此外 电影还汇集了王一博 何炯等大咖 可以说是众星云集阵容强大 可影迷的接受度却不高 其实有些空白或漏洞 不一定非要弥补 给观众留下想象和解构的空间 未必不是一种完美 从小的 太阳 妖怪 一天